哦 老先生不败 为何要让杜某叩拜 杨老先生不败 是因为杨老先生什么都信不 却始终未得真理 杨老先生请杜老板拜佛 不是想让杜老板信不 而是想请杜老板敬 由敬而向善 什么人 不可 佛门圣地万万不可在此动粗 晚辈王庸乃以普通相客 某二位前辈之名 在此已经恭候多时了 请 杨杜杜老先生是中国一代大儒啊 对佛学和中国儒家学说都颇有研究 一直想聆听您的教诲 这次能在这里和您见面 还得感谢杜老板 不必客气 我现在是杨老先生的门生 杜老板真是有天下事读古人书 果然名不虚传 王先生太客气了 这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的面子 杨老先生 听说您是湖南人 我也是湖南人 我和您还是老乡呢 小兄弟也是湖南乡乡人 是 少年在湖南求学时 对先生的那首湖南少年歌 印象极深啊 湖南少年歌 是 少年湖南人 唱作少年歌 湖南少年好身手 时微雀奈 湖南河呀 像当年 我写湖南少年歌的时候 可是意气风发呀 年纪跟你差不多 总觉得自己 可以做成一番大事业 杨老先生 现在也在做一番大事业啊 上海的安定和发展 有赖于杜老板 不敢不敢 杜老板有了杨老先生 在身边真是如虎添衣啊 王先生语出不凡啊 改日我请酒 王先生一定要省脸啊 一定 一定 湖南自古称山国 连山击翠 何重叠 坐 好 小兄弟 实不相瞒 老朽是生活所迫 才跟了杜月生 一个月五百大洋 买了我给他撑门面 老先生对我如此较心 我也有一句话 要对老先生说 望您不要见惯 你说吧 我现在什么话都听 外面有不少人骂我杨渡 我已经习惯了 老先生 如今如此潦倒 我听说是为了救人 一位共产党人 这个人是李大钊 您变卖了所有的家产 来救他 虽然最后没有救成 但是您确实已经尽力了 再后 我又听说 您有想方设法地 去接近他的家人 才致使 您沦落到今天 如此潦倒的地步 老先生回家疏难 一泊云天 古之侠氏也不过如此 您是从哪知道 这些事情的 我这个人交友广泛 有一个知己朋友 恰好与张世昭先生相识 张世昭 世景有谁知国事 张世昭 勉强算是我的一个知己吧 不过我真正的知己 却是李大钊 想当年 我和孙中山先生 在日本的时候 我曾口出狂言 我主军县 孙先生主共和 如果共和成功 我就支持孙先生的共和 如果军县成功 我就请孙先生支持军县 如今想来 老夫真是无地自容啊 为袁世凯称帝 奔走呐喊 使诗人知道我杨渡这个名字 如今 杨渡没人知道 诗人 只知杨渡 君主立宪不成 却依旧不知悔改 我听说当时 老先生曾说 宁愿受审 不愿认错这样的话 老朽 绝非知错不改之人啊 当共和已成时 张勋复辟 想拉我去给他们 撑门面的时候 我就曾通电直言 由共和改回君主 势必等于倒退 后来 孙中山先生 改组国民党联共的时候 我曾见过孙中山先生一次 我当面想起认错 而和李大钊的相识 也正是孙中山的引荐 老先生知错必改的勇气 实在是令人惊讶啊 唉 我这一生呢 经历了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 眼看他们都失败了 看来 只有中共的社会主义 必将兴生 或许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 你一直在路上 风啸啸的路上 多少金鸽铁马 和多少雨雪风霜 你一定在路上 你一定在路上 阵阵依然飞扬 你将儿女情长 折变后藏进风霜 你总说月是风浪 雨雪风霜 你拍拍我的肩膀 告诉我挺起胸膛 我多想变得和你一样 我向你游走路上 我向你游走路上 你走得如此匆忙 我沿着你的目光 追赶你的方向 我看到鲜花开满山岗 你游走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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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阵依然飞扬 你游走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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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想变得和你一样 我想你游泽路上 你走得如此匆忙 我沿着你的目光 追赶你的方向 我看到鲜花开满山岗 我们在租界里刚刚抓获了一个赤色分子 这是从他的住处搜查出来的一些东西 我想向你打听个人 谁呀 一个共产党 叫陈庚 姐 有人来找你 长官 出什么事了